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个没什么用的经验 我们安装的游戏这个名字 有的时候是英文 有的时候是简体 有的时候是繁体 比如这个麻布仔大冒险 我买的是国航版 现在呢出现的叫麻布仔大冒险 但是这个呢 我买的盘是港版 它叫英文名字 这也是英文 这也是英文 就是绝大部分都是英文名的 宇宙机器人无线控制器使用指南 那这个三国无双漆是繁体 火影忍者这也是繁体 太古达人这是繁体 司法兄弟 这个是简体 双而成型这是简体 为什么会这样呢 怎么切换已安装游戏的语言呢 按三角键 来到上方选择设定 系统 语言 这个语言显示的是简体 如果我们把它改成繁体 我们再来看 麻布仔大冒险 它变成了英文 因为我这是一个国行的麻布仔大冒险 它没有繁体文字 所以说在这还显示的是英文 这个宇宙机器人现在变成了英文 四海兄弟变成了繁体 太古达人还是繁体 双人成型繁体 真三个无双漆繁体 火影忍者繁体 这个重力异想世界 这也有繁体 如果PS5设置的是简体 在这显示的是英文 我们在买游戏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游戏的名称 看看它支持哪几种语言 一般都是英文 简体 还有繁体 如果游戏的语言 和你系统设置的语言匹配 那就能正常显示 不管你的游戏 有没有简体中文 或者繁体中文 它至少都会有英语 所以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游戏 它都是英文名称 没有用的支持又增加了 我们下次见